第87集 感动只在一瞬间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感觉很奇怪 有时候感动并不是因为多大的钻石或者是房子 因为当你已经拥有了那些东西时 他的精神可能会回归本真 杜曼雪就是这样 就因为刚刚在过马路时莫小于的动作 杜曼雪忽然有点感动啊 坐在小铁桌前 不自觉地掏出纸巾擦了一下眼睛 莫小于也确实是饿了 要了一百串烤串 自己在旁边架上的小火炉开始烤 烤好后先递给杜曼雪吃 杜曼雪给莫小于要了啤酒 你不喝吗 莫小于问道 不喝 我很少喝酒 杜曼雪道 不应该啊 你们不都是酒精考验的干部吗 一人一瓶是怎么样 莫小于说道 怎么啊 想惯我啊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有什么企图 你趁早死了这份心 否则 杜曼雪看了看周围 又小声地说道 否则让你一辈子做不成男人 莫小于笑了笑 女人都能和你开这种玩笑了 这还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你笑什么 对了 对于这里的人来说 我们都是陌生人 我们说话也没人知道 我们在说什么 问你个事呗 你和极可心 到底什么关系啊 杜曼雪问道 莫小于看着杜曼雪 连吃烤串都是那么优雅 莫小于递给他的烤串 他从来不是拿起来就吃 而是先用纸巾 把签子煎的那一夹给擦干净 然后呢 把肉串都撸下来放在盘子里 然后再用签子插起来吃 那你认为我们是什么关系啊 莫小于反问道 哼 反正不是你说的 所谓的表姐表弟的关系吧 说句伤自尊的话 你们是不是那种关系啊 杜曼雪八卦之心 还真是滔滔不绝 哪种关系啊 莫小于装糊涂道 这就没意思了吧 聊天也不真诚 我要是问的太直白了 你可不要翻脸啊 杜曼雪不知道何时 居然也怕莫小于生气了 所以先打好预防针 不会 你问吧 他 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啊 杜曼雪问完之后 看着莫小于非常紧张 生怕这小子翻脸 这话实在是太伤人了 是个有罪严的男人 脸上都会挂不住的 莫小于没生气 但是呢 却笑而不答 嗯 什么意思啊 难道你是年心智啊 哦 你不会还没拿到钱吧 嗨 日心智 一日一千五 莫小于说道 日心智 一日一千五 天哪 饥可心真是舍得下本钱啊 不过也是 他有的是钱 光是每年的广告费就不少 还到处走学 小富婆一个 我是比不了啊 诶 那你每天都干什么呀 杜曼雪感叹一声后 继续八卦道 我刚刚不是告诉你了吗 你什么时候说了 杜曼雪想了一下 确实是没听到他说呀 一日一千五 莫小于又重复了一遍 开始时杜曼雪还跟着念 但是念完之后 自己又重复了一遍 这才明白 莫小于所谓的工作内容 是什么意思 不由得端起啤酒 想要泼莫小于 但是终于还是没舍得 哎呀 那你这工作也挺累的啊 还行吧 年轻无极限嘛 但是将来怎么样 我就不知道了 莫小于也随着杜曼雪的话茬 往前走 但是两人语言里 蕴藏的暧昧意味 却越来越多 那你岂不是很虚啊 杜曼雪的话越来越露骨了 连他自己都觉得好奇怪啊 自己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难道是因为自己是一个身在外地的陌生人 是因为没人认识自己吗 还是自己压抑的太久了 遇到这个坏坏的男人后 自己的本性才暴露出来呢 还行吧 虚不虚也只有事实才知道了 莫小于的话肆无忌惮 拨弄着杜曼雪心底最不安分的那根心弦 过分 杜曼雪白了莫小于一眼 忽然喊道 老板 来给他夹两个腰子 这一嗓子不可谓不大 搞得附近几个桌子上的人啊 对他注视良久 还有人看下莫小于 询问的目光分明是 兄弟啊 你行不行啊 你老婆都开始公然给你要羊腰子了 杜曼雪喊完了才后悔 脸色飞红 低头看下莫小于烤好的羊肉串 这还不算完 还感觉不是很好 一仰头 把一杯啤酒灌了下去 这才感觉好多了 因为饥渴心拖欠我的服务费 我们的合同解除了 莫小于看着杜曼雪 暧昧地说道 啊 杜曼雪愣了一下 才明白莫小于说的什么意思 这家伙也太恶心了 本来男女这事是很神秘的 但是被莫小于这么一说 好像是可以被拿来买卖的 那这么说 你又在寻找新的买家了 愣了一会杜曼雪问道 不 不卖了 其实我也从来没卖过 我也没拿即可心意分钱 我们两个人 更像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相遇了 而后呢 又发生了很多错误的事情 而现在啊 这一切都已经拉回到正确的轨道了 莫小于将所有的烤串烤完 端起酒杯 和杜曼雪碰了一下 一饮而尽 啊 不明白 杜曼雪说道 于是 莫小于将饥渴心走时 和自己的谈话内容和杜曼雪说了一遍 杜曼雪沉默了 此后 两个人再也没有谈论过这件事 彼此心照不宣 两个人吃完饭之后 一起回了酒店 但是莫小于 没有回自己的房间 死皮赖脸的跟在杜曼雪的身后 直到杜曼雪进门要关门了 莫小于已在门框边不肯走 你不去睡觉吗 明天还要去龙门呢 杜曼雪脸色飞红 不知道是不是喝了酒的原因 但是她此时的内心挣扎 尤为强烈 莫小于已在门边 杜曼雪准备关门 但是此时杜曼雪的鼻腔里 闻到了一种淡淡的香味 这种味道好像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就像是一个饥饿的人 闻到了饭菜的味道 不由自主地追随着味道的方向 前进 多满雪的身体不由地向前 再向前 一直到了莫小于的身边 这种味道渐渐强烈 一直到她无法自拔 自己靠在了莫小于的肩头 伸直了自己的脑袋 鼻息贪婪地吸收着来自异性的味道 这味道让她迷醉 整个人好像是在云端漫步 身上的几十万颗最敏感的神经元 传递着来自大脑的鱼 真可谓是四肢百骸 无不贪婪 毒漫雪 再难逃出 莫小于的 收掌心了